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國內手機代購 以下今天介紹這部手機 就是來自國內推出的 OPPO N3 其實OPPO這部手機 大家都不會陌生 近幾年都發展得非常快 如果有留意這個N系列 這部手機最大的賣點 就是鏡頭方面 它可以做過旋轉 而且這部N3就會更加特別 除了它會旋轉之外 它會是一個電動的旋轉鏡頭 變相來說 大家過往除了用手動可以旋轉之外 這次是透過一個電動的形式可以做到旋轉 所以都非常特別 所以也受到不少客戶的關注 講述這部OPPO的N3手機 亦都是它們手部OPPO方面 推出一部雙卡手機 所以賣點方面會更多 講述這部手機的規格 首先屏幕方面 會用上一個5.5吋的FHD屏幕 屏幕解釋度方面 有1920x1080 PPI方面會有403 至於像頭方面 會有1600萬像素 另外最特別的是 這個鏡頭 會自動旋轉 除了它在後置會有1600萬像素的鏡頭 由於前置鏡頭 都是用後置鏡頭的關係 都是1600萬像素 至於RAM方面 有2GB RAM 另外有32GB 最高會支援128GB的記憶卡 另外這部手機方面 剛剛講過 它會支援雙卡雙待 但留意一下 特別一點 它跟華為的系列很相似 假設大家在SIM 2 用了SD卡的時候 就不支援卡2 相反用了卡2 就不支援外置記憶卡 所以 記憶卡和SIM 2 只能夠用其中一個 至於SIM 1 支援香港的4G、3G和2G 都是普遍OPPO的手機製品 至於電池方面 會有3000的電池容量 這部手機又不支援不換電 另外Android方面 用Android 442 配合它們自己的Color OS 2.0.1 剛剛講過 這部手機的鏡頭方面 是透過電動旋轉的 除了在手機內 可以透過手動旋轉之外 也有透過電動旋轉的 先講講這部手機的外觀 機身的話 其實在旁邊 會有Power鍵 另外這個就是SIM卡 特別一點要留意 就是USD方面 會站在機身的左邊 右邊的話 會有3.5mm的耳機頭 還有音量加減 機背也是 會有指紋解鎖 還有千度萬像素鏡頭 還有閃光燈 剛剛講過 是電動形式的鏡頭 除了透過手動 可以向前置拍照之外 在手機內的前影 也可以做到 至於底部 也是配合它們OPPO的 特別一點的介面 就是呼吸燈在這個位置 有時候玩過Find7的客人會知道 其實這部相機的外觀造工是非常漂亮的 至於跟機方面的配件 其實跟大家說一下 跟機配件方面 會有手機 另外這裡是耳機 大家可以看看 也是跟我們自己OPPO的耳機 至於今次特別一點的就是 關於快叉 如果過往的快叉 大家都知道 其實這部相機 由0到75分鐘 只需要30% 今次這個快叉 會用上一個MINI版本來的 雖然這個版本叫MINI 但是有充電的功效 其實是沒有改變的 一樣這麼快的 至於另外的機身 這個位置 會有說明書 吉針 以及其他一些說明書之類的東西 首先說回這部OPPO的N3 其實如果有玩開這個系列 都知道 其實這部機的最大的賣點就是 後置鏡頭 其實基本上等於前置鏡頭 當然這部N3會更加特別 就是它會用上一個電動的形式 我稍後會跟大家介紹 至於介面方面 其實這部機器會用上 剛剛說的 用回他們自己的ColorOS ColorOS方面 其實已經到達2.0.1 是Android 4.4的版本來的 至於介面方面 其實跟機已經有 文體、簡體和英文介面 至於國內版的話 其實跟機的話 本身就不會有Pay Store 當然 我們這邊的國內手機 就購買客戶 我們也會幫大家安裝 Pay Store 服務 對 對 就能用到 至於剛剛我 特別一點的 就是關於鏡頭方面 其實大家平時 先說回這部手機 其實就看回這部鏡頭 現在後置是1600000像素 有時自拍的話 其實只要按右上面 這個按鈕 大家可以看到 按一下 它就會自動旋轉 再按一下 就會自動回到後面 當然 有時大家喜歡自拍的話 也可以透過手機自動按鈕 對 可能是在手機裡面 這樣按鈕 它自己會對到的 當然 按一下就可以去到前置 對 變相是一個非常特別的形式 相機方面 會有1600000像素 基本上 這個N系列 都是最大的賣點 就是 它們會用上一個 色旋轉鏡頭的賣點 至於其餘手機方面 可以用上一個 鋁空的材料去做 變相來說 牽難度會比較強 至於 指紋鏡頭方面 這個雖然 它們Oppo自己 叫做新的擁有 但當然 對於其他手機來說 就不是一個新鮮特別的事 所以這一點是不多介紹的 其實整部手機都是 最大的特別就是 它的鏡頭方面 會可以旋轉 而且是一個電動式的 不需要大家像過往的系列 就這樣按來按去 所以會比較特別一點 剛剛說過 4G方面 它會支援香港任何台的4G 至於大陸的話 就支援中移動的4G 3G和2G 暫時這部手機 其實在我們這邊 國內手機的口號已經有收回 其實有需要的客戶 都歡迎聯絡我們這邊 國內手機的口號澤春花 其實今天先介紹這麼多 多給大家支持 謝謝